確診者疫調 除了等衛生局電話 手動填寫上傳更及時 但有確診者收到新北市 這封疫調訊息 提到當事者PCR陽性確診 在家中等待時 要想想密切接觸過誰 得詳盡確實填寫表單內的疫調資料 附上這串網址 但點進去沒幾秒出事了 說好的疫調 怎麼變成女子微微撅嘴 自拍照 為什麼會就是一個女生的照片 這感覺就是廣告會出現的東西 就這樣子開玩笑 然後原本是要疫調 然後結果傳一個妹子的照片給你 疫調簡訊怪怪的 原來是縮網址出包 睜大眼睛看正確版網址 倒數第三個英文是大寫I 但有民眾拿到的錯誤版 倒數第三個英文是小寫L 就是這麼細微的差異 疫調變自拍照 應該就貼錯了吧 可能再查查看有沒有別的資訊 資料來源有點怪怪的 對 然後沒有什麼公信力 電話拿打進去 那這樣你就要卡在這個網頁裡面 就會很尷尬耶 對此新北衛生局澄清 網址遭竄改 已經調整簡訊連結 沉悶疫調 突然跳出清新罩 讓民眾滿頭問號 三星新聞 暫定宣電保 台北報導 明星 龜蘭